大家好我是平胖 我們是DACO.COM 大家好 天氣真的是很冷喔 很冷穿成這個樣子說很冷 尤其是我們現在在河濱公園風超大 風很大是真的 像這種天氣說真的你會想要去泡個溫泉吧 泡溫泉嗎 你說在河濱直接下去嗎 不是這就不是溫泉好不好 這只是單純的河水而已 所以泡真的溫泉 對像梁溫山 北投那邊不是都很多嗎 方便欸那你那泡什麼樣的溫泉啊 我一般泡的那種最一般就是大宗湯 大宗湯好玩大宗湯 哪裡好玩 很好玩啊大宗湯你看大家拖光光了不覺得很好玩嗎 這部分好玩嗎 你也太失禮了吧 我是說你看大家拖光光 但你在腦海裡面想像幫他們穿搭 紙娃娃系統啊幫他們穿搭 創造一個溫泉界的時尚 溫泉界沒有什麼時尚好不好 溫泉界的時尚就裸體而已 有啊像那種肚子很大有沒有撞碩一點男性 你就想像他的白毛巾纏在這個地方 相撲選手是不是啊 哪裡時尚啊 然後你在看那種洗頭洗到一半蠻多泡泡的 你該不會說像什麼貝多芬的假髮吧 舒伯特的 一樣 不要吐槽我這件事情 還有你這種 不要看我好不好 還有我幫你 我不想要當成你 你不要當成你的紙娃娃系統 幫我幫你 不是你這樣看著別人的裸體啊 比較不尷尬 更尷尬啦 你要不尷尬的話就把眼睛別開就好啦 欸 你要只是逃避吧 逃避什麼 你這樣只是逃避吧 沒有想像中的美好你就選擇不去看啊 我本來沒有想像多美好啊 那你怎麼對得起在池子裡面的夥伴啊 我拿起對不起他們了 他們可是鼓起勇氣直挺挺的看著你的 不要直挺挺的看著我啊 實在泡溫泉的時候直挺看著別人裸體啊 就是你啊 跟你不鼓起勇氣眼睛還很痛的感覺好不好 有個討厭 還可以有吐嘛 我跟你講在溫泉裡面被打好不好 你就好好學習溫泉禮儀 溫泉禮儀師 溫泉禮儀啊 什麼溫泉禮儀師 溫泉禮儀是什麼 還醉無休喔 嗚喔 這樣喔 嗚喔 大概嗚 不是啦 溫泉禮儀啦 溫泉禮儀是什麼樣啊 就比如說你進去那溫泉之前 你就要先把那溫泉線給那個票口的人 喔 先生儀位嗎 是 好的 那我幫你代位一下來 不用代位吧泡溫泉 是好 麻煩你等一下喔 就經過深水區的時候抓了這個安全鎖 太危險了 誰有多深啊 那等一下麻煩你泡在那個刺青大哥和他小弟中間可以嗎 會被打好不好 泡在他們兩個中間我會被打啦 就麻煩你了 太尷尬了不用 自己找位置泡就好啦 自己找位置泡 對 然後重點是你要在脫衣服的地方 把衣服全部都先脫掉 那我幫你做一個脫衣服的動作 不好意思 請你等一下 太帝王級的褲子 褲子可以嗎 沒有沒有 自己脫就好 襪子是五指襪嗎 對啊 不是五指襪 也不是重點好不好 也不是重點 自己脫完之後 放在植物櫃裡面就可以了 那需要領錢 對對對 那種藥所要領錢 所以大家記得要準備領錢 投不進去嘛 是有這種狀況啊 真是蠻尷尬的 奇怪 遊樂場代幣是不行是不是 原來是代幣啊 難怪投不進去啊 就十塊錢一模一樣的 那就十塊錢就可以了吧 沒有真的 沒有真的啊 池子裡面 許願池吧你 那是溫泉池啊 才不能泡溫泉之前這樣 出來吧 湖中雨晨吧 誰拿十塊錢丟我了 流氓啊 十塊錢丟到流氓了 然後我在旁邊練習溺水 你是想要怎樣啦 練習什麼溺水啊 大哥怕被暗殺在那邊練習溺水 還吃錢啊 我的植物櫃不吃錢 就是大哥吃錢啊 煩不煩啊 我直接給你十塊錢好不好 謝謝 然後呢 你就直接投到那植物櫃裡面 好 開始脫衣服 脫衣服 脫衣服 脫衣服啊 不先聊個天嗎 要聊什麼天 沒有 不然太尷尬了吧 有什麼好尷尬的啊 會吧 好好好 不然你來聊什麼 好 就 你常來嗎 還好 一年來個幾次 你還記得你第一次是什麼時候來的嗎 大概高中的時候吧 高中的時候 哇 十七八歲而已耶 大概十七八歲 那你還記得那時候的感覺嗎 就是還滿溫暖的 那你還記得你跟誰來嗎 高中同學 高中同學喔 那跟他做起來的感覺你覺得 反不反啊 A片訪談是不是啊 有夠像A片訪談啦 我才不要給你泡溫泉耶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你覺得年獸應該長什麼樣子 應該長得很像龍 老虎頭上不是有個王嗎 他同樣是個棉 旁邊有漢語拼音寫念 為什麼這麼國際化 兩個腳 出來掛兩串假的鞭炮 假的鞭炮還不真的 這邊還有春聯這樣子 好 我覺得我們這個話題 必須要自己設個庭存點 到時候如果我和他打 扮成零售的樣子 就同一隻五龍五獅 他是屁股 我是頭 去到你家門口 這邊掛兩串鞭炮 麻煩你搭賞給我們 謝謝你們 祝大家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